2024年宜蘭童丸節已經展開了 這裡是宜蘭童丸節的一個大舞台 四點鐘正式要登場 這裡已經坐滿了一些觀眾在這裡等候 2024年這個舞台在四點鐘即將要上場表演 台灣傳統的舞曲 現在已經做完了這個遊客 宜蘭童丸節的遊客現在是越來越多 這裡已經打響了一個知名度 這裡成為宜蘭觀光旅遊的一個著名的景點 2024年的童丸節前家五老西幼來到宜蘭的東山河清水公園 來做這些觀看戲劇還有玩水的活動 這裡非常好的一個觀光旅遊的一個地方 宜蘭全家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來到宜蘭來探討宜蘭童丸節它的祕見 這裡是2024年童丸節在宜蘭清水公園來舉行 這裡是宇宇宜蘭童丸節 這是國外來台灣所表演的這個祕場的場地 我們來探討這個祕場 它場地的奧妙 它的場地非常的寬闊 兩旁都是可以通到後台 這演出人員可以在後台來換衣服 我們看到上面的燈光 非常的壯觀 還有兩旁都有這個喇叭聲 這喇叭從上面下面來一起發吃 所以當這個國外小朋友在這裡表演的時候 是非常的自豪 像這麼大型的喇叭 真的是不容易 我們發現到舞台前面 也有這個大大小小的喇叭 非常的多 而且這個舞台 它特別設計的 它裡面在跳舞跳動起來 是非常的震撼 現在是要等到七點半 一場完成的表演 是由澳洲劇場來表演的 在這個舞台的前面 它這個觀眾台設計的非常的好 它這個視野都不會擋住 這篇後面就是觀賞客人坐的椅子 現在距離表演時間還有半個小時 人都已經快要坐完了 今年是2024年宜蘭童安節 這是宜蘭童安節 這是宜蘭童安節 在東山河這個宜蘭童安節 在東山河這個宜蘭童安節 這個喇叭非常的多 它發出來的聲音是非常的壯觀 它發出來的聲音是非常的壯觀 非常有力 非常有力道 這聲音聽起來很震撼 而且跳舞的人也是跟著嗨起來 所以來宜蘭這個宇宙劇場 來觀賞這個舞蹈 是非常的享受 不用到國外去 就可以享受國外的舞蹈 還有人文歷史文化 這是非常棒 而且現在國外表演的場次也越來越多 而且跳舞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震撼 值得你來到宜蘭這個清水公園童安節 今年是2024年的宜蘭童安節 這個觀眾台不論是用哪一個視角看過去 它這個設計是非常的完美 而且它這個天花板是挑高級的 還有燈光 這燈光配合這個音樂還有喇叭聲 是非常的壯觀 還有透大的螢幕 讓觀眾一目瞭然 旁邊它還會說明表演什麼節目 來自哪一個國家是哪 表演什麼機場 這說明的非常的詳細 來這裡觀看這一些國外的舞蹈 是非常的享受 值得你來到宜蘭 來參加這個童安節 現在看到這個是巨大的喇叭 它放在這個兩旁 後面那個黑黑的也是 這兩個非常巨大的喇叭 旁邊還配有燈光 還有小喇叭 這個劇場設計都非常的完美 所以這個國外 小朋友跳舞起來是非常的震撼 真的是震奮跳舞 人心還有觀眾 真的是非常的憨 好 從現在開始 我要介紹各位 欣賞四個國外團隊的精彩演出 那第一個呢 是來自我們迪蘭的 撞三新娘樂團 那第二個是首度登場的 這是來自蒙古的團隊 第三個是來自東歐巴爾 跟半島的塞爾維亞 那今天最後一個團隊是來自南亞的斯卡 每個團隊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首先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撞三新娘樂團 撞三新娘樂團呢 他們要表演的是來自然的本地瓜 他們有一個非常榮耀的詩集 也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呢 就被文化部指定為 重要傳統表演藝術的保存團體 那今天他們要帶來的是 山北英台的 吉翁寶店 三國英台的入王婆店 各位一定看得懂 因為我們後面會打字幕 方便各位欣賞 那我們接下來 就要邀請各位一起欣賞 由撞三新娘樂團所帶來的 入王婆店 請各位掌聲來歡迎他們演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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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每一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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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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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